黑山阻击站,101高地 这些词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显得是那么的遥远 每当跟着学校去祭扫列士陵园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想过 长面于这片土地上的英魂 当年是如何为了我们的国家抛头颅撒着血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爱国这两个字渐渐的变成了一种信念 现在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英列门的牺牲 1948年初 军委提出的作战方向未被林彪所采纳 在三座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孤城中 军委认为锦州乃东北之咽喉 打下锦州就能切断东北境内 所有国民党军队与国内的联系 但是林彪认为 现在主力军全在长存附近 如果打下长存 一样可以牵制住南边沈阳的威力皇部队 在长存久攻不下之际 廖强并没有如林彪想的那样去支援长存 此时看来 攻打长存已不是上上之选 林彪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主力军挥师南下建制锦州 作为东北咽喉要地 锦州乃兵家必争之地 而此时的蒋介石 为了解决其控制区内经济恶化的问题 派蒋经国去往上海进行经济改革 自己则是把精力放在了军事上面 一场决定着双方生死命运的决战帷幕 就要拉开了 林彪已经做好了攻占锦州的决心 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赴锦州 对于锦州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关键点 但是他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魏力皇依然固守沈阳 按兵不动 蒋介石坐不住了 亲临沈阳指挥作战 在命令魏力皇部出沈阳向西打的同时 又给魏力皇送来了一颗定心蛮 他也已经安排华北国军调遣精锐部队 从葫芦岛登陆向东打 对林彪形成夹击指示 而此时的林彪在得到敌人的情报后 经过深思熟虑 又决定掉头打长春 电报已经发往了西白坡 得知这个消息后 毛主席和州副主席都认为林彪是在胡闹 甚至气得毛主席直接说道 干脆把林彪调到军委 我去他那里算了 回复给林彪的电报 措辞也是相当的严厉 限期十日内打下锦州 而在林彪钻列这边 火车停在了掌五 罗容环政委同样劝说着林彪 部队在锦州外围已经摆开阵势 局部战争已经开始 不然回头打长春 军委不同意不说 事息必然受到影响 而林彪的顾虑在于 葫芦岛离锦州只有50公里 无险可守 一个纵队去阻挡敌人的强大兵团 没谁有这个把握 刘亚楼参谋长则建议 撤出围困长春和沈阳的纵队 去支援葫芦岛 但是林彪则认为 撤长春则长春突围 撤沈阳则料香西进 如果锦州久攻不下 就会受到夹击指示 从岛四平覆辙 不是林彪不想打锦州 用他的话就是 准备了一桌饭 来了两桌客人 这怎么吃 然而罗融环的一番话 要把林彪带入到思考当中 锦州乃东北战局之关键所在 东北乃全国战局之关键所在 这个险值得冒 没经过太久的思考 林彪就喊来了刘亚楼 我做如下部署 以4中11中 加两个独立石 强化塔山防线 23789 5个纵队 加6中17石 包打锦州 10中加一个石 在黑山大虎山一线 阻击六二乡兵团 12中加12个独立石 围困长春 5中6中两个石 监视沈阳 依纵做总预备队 罗融环补充了一点 把炮纵和坦克分队 加在锦州方面 战斗部署完毕 塔山防线 军民同心 老百姓把作为架装的柜子 还有棺材 能拿的都拿来了 帮助解放军战士修建工事 当有人为了保护你 可以把命都豁出去时 箱子这类身外之物 又算个啥呢 两个纵队 对上由海上军舰支援的 11个石 塔山阻击战开始 敌人的炮火 猛烈地轰击着这片土地 一番轰炸之后 敌军开始登陆 然而从沈阳西晋的 廖乡部队 只停留在沈阳城外 新民河 拘留河一带 并没有接下来的行动 看来国民党内部 对于蒋介石的作战计划 可能有着不同的想法 目前的情况就是 蒋介石到哪 哪才听话 林彪在边 也已经在锦州城外 开始部署工程任务 要想工程 得先扫外围 正好敌人的部队给机会 一定要利用西晋部队 未行动之时 扫清锦州外围 不要让外围 拖了总共的后腿 沈队池 就是锦州外围 最关键的战斗点之一 此时的沈队池外 已经失衡遍野了 攻势坚固 地势高 解放军战士 面对这样的险境 没有人退缩 誓死也要拿下沈队池 全赢800多人 伤亡600人 当崔师班挑着 战前说好的猪肉炖粉条 来到沈队池时 眼前的一幕 让他跌坐在地 外围扫清了 而战士们 却再也回不来了 塔山是阻击 东进敌人的关键阵地 远处的海上 有军舰大炮 空中有敌人的飞机轰炸 眼前则是登陆的敌军 面对这样的情况 塔山的两个纵队 一直在坚守 目前已经损失过半 当敌军发起冲锋的时候 在无任何支援的情况下 解放军战士 依然奋起反击 一寸土地都不会相让 海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战斗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 就在此时 西晋的廖乡兵团 已经开始行动 并占领了张武西里头的一线 这相当于掐到了 东北解放军的补给线 打锦州 必须得打 而且要快 必须快速拿下 持久战要不得 1948年10月14日 上午11时 上千门火炮集体发射 战火烧遍大地 对锦州的总攻开始了 一番轰炸之下 冲锋号响起 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险 开始了攻城之战 然而城内有着15万敌军 依靠城墙 居高临下 突破口迟迟打不开 解放军战士们 被押在了护城河里 现在放在眼前的 首要任务 就是立刻打开突破口 在九宫之下 城墙终于被攻破 坐镇锦州城内的范汉杰 也乱了阵脚 他们怪东晋的部队 30公里的路 硬是过不来 又怪西晋的部队 在张武待了一个星期 也不前来支援 历时31个小时 锦州终于被攻克 范汉杰被俘 那些年月 飞鸟早已习惯了 枪炮之声 习惯了硝烟弥漫的天空 但他们却不曾见过 整个一座城市 在颤立着 摇汉着 倾斜着 旋转着 这次蒋介石半个月内 第二次来到沈阳 这一次他带来了杜玉明 当他还想再做一次 战前部署时 宋美龄却来了 与蒋介石在北京相会 蒋介石的经济改革 已经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尤其孔宋良家 孔令卡甚至放话 如果蒋介石不放过他一马 他愿意奉陪到底 现在蒋介石谁的话都不听 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宋美龄实在没办法 只能找蒋介石去支持蒋介石了 就这样 蒋介石去忙家里事了 战场的事情放在了一边 杜玉明到来后 立刻去了廖乡那里 廖乡阐乡阐述了自己的三个想法 第一 听从蒋介石安排 西晋归附锦州 第二 听从魏力皇命令撤回沈阳 第三 经黑山大虎山向南 退居掩口 且第三点他认为是上上之策 没想到 这正好说中了杜玉明的想法 于是开始作战部署 以一部兵力 进攻黑山大虎山 主力军在其养护下 撤退至沿口 盘居沿口 背靠大海 补给撤退 都是极为有利的 而就在此时 被困在长存七个月的郑栋国 在州副主席的劝说下 举白席投降了 兵部雪刃 长存不攻自破 六号乡兵团已经开始进攻黑山 黑山阻击战开始了 想要拿下黑山 必须拿下101高地 101高地以前有101米 现在只剩下80多米 当然了 现在看这句话肯定是夸张了 但是真实情况 也得是被炸掉了几米 那也足以说明了 101高地的争夺战 是多么的惨烈了 然而这样的进攻意图 还是被林彪和罗仁环 发现了断尼 黑山能打则打 打不下来 他六号乡可就要跑了 咱何不顺手欠阳 又使他进入辽西 分块蝉食 黑山的守备中队依然死守 锦州城内主力部队停止修整 并且命令独立师 切断敌人银口退路 现在解放全东北 只是时间问题了 黑山阻击站 解放军死守五周夜 为主力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廖强看此情景 银口已经选择不了 但他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魏力皇已经为他铺好了渡河的攻势 但是银口仍然是他的第一选择 而解放军主力 正是趁他们混乱之际 大胆窜肠 以乱治乱 乱而取之 就在深夜 解放军的一个营 误打误撞的在胡家窝捧 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初步判断是个尸部或者团部 行进至敌人屋檐下 剪断了所有的天线和电话线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屋内的人正是廖强 交火随即发生 廖强逃跑 参与战斗的解放军战士 除了几个重伤的之外 其余40多人全部牺牲 但是此番战斗的意义却重大深远 第九兵团乃国民党的精锐 在指挥部被捣毁后 他发的撤退命令 全都用了名语 谁指挥哪个部队 从哪条路线撤退 说的是一清二楚 这个时候 杜与明还想让廖强撤往营口 但是廖强已经听不得了 廖强的部队已经被围在了这里 林彪一声令下 为耳兼之 撤无可撤 只能是被歼灭的命语 从白天打到了黑夜 又从黑夜打到了白天 当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 正是廖强兵团覆灭之时 廖强被生擒了 国民党的五大精锐部队 被灭了两个 东北大势已去 威力皇也逃离了沈阳 1948年11月2日 沈阳和延口同日解放 辽沈战役一共历时52天 共计歼灭国民党军47万2000人 人民解放军伤亡69000余人 辽沈战役期间 全国人民解放军 由280万人上升到310万人 而国民党军由365万人 下降到290万人 第一次实现了对国民党军 人数上的超越 此役过后 毛泽东著文宣告 原来预计需要5年 现在看来只需要一年左右 便可以从根本上 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了 影片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现在祖国正处在内外交困之际 那有疫情 在伺机卷土从来 外有美国的封锁和制裁 想想在那个艰苦年代 先烈们为了我们的祖国 做出了何等的牺牲 阴魂长眠于此 谁敢来我国门前放死